內湖住宅區的這砍人事件的嫌犯 終於已經落網 而兩名被害人走路返家的過程當中 在前天就突然遭到九名黑衣人 持利器還有辣椒水攻擊 而被害人第一時間公稱不認識嫌犯 對於案情也是避重就輕 不過現在隨著歹徒落網 警方經過深入追查之後 發現其實被害人跟嫌犯之間 早就有糾紛 所以才會遭到砍人報復 男子從機車前置物箱 拿出一瓶辣椒水交給員警 當場被逮捕上銬 因為他前一天率重在內湖 犯下一騎砍人案件 四輛機車騎進巷子內 一群人聚集在路邊 兩名男子提著宵夜 經過路口準備回家 卻沒認出這群人是自己的仇家 只見對方圍過來攻擊 黑衣男把腿狂奔 還嚇到把宵夜丟在地上 後方另一位被害人 被九名扼煞持利器刺傷背部 狼狽逃回家 被害人的背部受傷流血 趴在單架上緊急送醫治療 但他第一時間卻聲稱 不認識嫌犯 按照被害人的說法 既然雙方互不認識 怎麼會被牧舍人砍傷 見血事件發生在十二號晚上十點多 台北市內湖康寧路三段巷弄內 兩名被害人 陳姓及董姓男子是朋友 也認識嫌犯 之前雙方救護看不順眼 引發糾紛 其中一方疑似先動手 嫌犯越想越氣 事後讓朋友拿辣椒水 和利息反擊 根據了解 嫌犯有毒品和切到前科 被帶回警局時 不願多說案情 做筆錄時更是避重就輕 流血衝突的真正原因 警方還要追查 記者綜合報導